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糖枣糕做法 首先我们在大碗中先准备80克的红糖 然后再加入200克的温水 接着我们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稍微晾凉后先加入3克酵母粉 然后再加入240克的普通面粉 接着我们用筷子把它们一直搅拌成像这种细腻粘稠的糊状就可以了 面糊调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先醒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醒好后我们先加入20克的红枣碎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的同时排出里面的空气 接着我们在小碗表面先刷上一层食用油防粘 然后再把我们调好的面糊依次舀入到小碗里面 接着我们用铲子先把表面给它摊平整一些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摆放一些红枣片 或者自己喜欢吃的其他果干 20分钟后我们再把它开水上锅 全程用大火蒸2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红糖枣糕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咬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红枣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下个试试吧 下尾